不過這一起號召大家走上街頭 不過是不是民眾黨的組織部副主任林昭映 在節目上面要號召的時候 卻太急了一些 他怒嗆小草 甚至還拍桌表示叫你們上街頭 結果你們一下扯出國 一下要上班 藉口總是一大堆 禮拜天要召集大家上街頭 我覺得大家英太的聲音非常大 像昨天直播也是有很多這個直播主在那邊X叫 我們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我會覺得大家平常都有很多的 在網路上有很多的留言我都有看 但我必須要問你們一句 真的叫你們上街頭 一下出國 一下要上班 藉口一大堆 好那今天叫你上街頭了 禮拜天你會出來嗎 你敢出來嗎 今天叫你出來啊 我很氣憤 我跟你講最氣的可能就是我 待會波及哥說也要講 李文中的事情 最氣憤的可能就是我 我也很不諒解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走到這個地步 為什麼會走到這個地步呢 時事評論員謝寒斌他就認為 柯文哲他只能說是活該 因為他過去是以主張依照SOP文明的 更以非常高的標準在檢視 還有批判藍綠兩黨 可是現在卻被發現身為一位市長 都不遵守自己定義的SOP 到頭來還是把自己給害慘了 柯文哲今天活該 老實講為什麼活該 你當初自己立的規矩是什麼規矩 你不是告訴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所有人去跟這些政商名流 幹嘛吃飯你都要報備嗎 那請問一下你報備了嗎 柯文哲你自己報備了嗎 然後你不知道沈慶晶是什麼人嗎 你們台北市政府 之前還在跟他打官司的耶 結果你居然跟他好成這樣 沒事去接受人家招待唱歌 你憲話嗎 就算最後證實 那個1500真的只是下午3點去見一下沈慶晶 請問一下你身為台北市長 你沒事去見他幹什麼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啊 沒錯 請問一下你報備了嗎 所以你自己做的行為 今天害害死你自己嘛 活該 柯文哲你今天不謹言勝起 你用超級高的標準去要求藍綠 結果你自己什麼標準都不遵守 所以你今天會這樣 老實說啦 雖然我認為民進黨這樣對你很惡劣 可是你自己也是活該 民進黨這次整個做的一個超級明顯 就是生怕人家不知道檢調是被你們操控 生怕人家不知道法院是民進黨開的一樣 完全介入一點都不避諱 非常清楚的下指導期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看到柯文哲被抓很爽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有一天這個事情 民進黨如果拿來對付你怎麼辦 因為他在野黨的黨主席 你以為他哪天不會這樣對付你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